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片是由真人真实改编 叙述一对百万富翁夫妇 与一位无家可贵流浪汉之间 结下的坚定友谊 并一起写下这一段非凡人生的故事 影片以英语发音配有中文字幕 欢迎您和家人一同前来观赏 又是频道从2014年成立至今 已迈入第五年了 一直以来都是兢兢业业 不负众望的向着标杆直跑 今天又是频道要用超过6500支影片 200万以上观赏人次的成绩 邀请您来参加优势频道五周年庆典 活动将于11月16号星期六早上10点 在Sanaclara矽谷生命和灵良堂 C1大厅盛大举行 节目内容有排舞 话剧 青少年乐团 儿童合唱等精彩表演 及社区公益团体现场摊位 另外准备了精美茶点 并有机票等大理抽奖活动 凭票免费入场 并可参加摸彩 请上网 YouChannelTV.us或扫描QR Code报名锁票 10月13号以前报名 享有早鸟三倍中奖几率 李祖昌先生是Sanford大学电机工程博士 在读书及工作上都算是有高成就的人 然而 知识与成就不能保护他的家人 不遭危害 几年前 忧郁症自杀 夺取了他心爱的儿子 后来他自己也亲身经历忧郁 10月12号星期六晚上7点到9点 他将在Santan Corona生命和灵粮堂 以一位经历爱子自杀的父亲 分享个人走出死亡阉影的经历 讲述当面对死亡威胁就在家门口时 如何保护你的家人 如何在经历死亡后 重新得到活下去的力量 以及如何战胜忧郁 全程以中文演说 英文同步翻译 常致邀请各位家长 陪同您的青少年子女 一起来参加 要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 让孩子感觉到家长的尊重和相处的平等 先决条件是营造一个良好的沟通环境 站在孩子的角度来想问题 来看问题 如何掌握与孩子交谈的艺术是重要关键 《角生护家中心》将于10月13号星期天下午2点 在贝利盟势力图书馆举办《问问题的艺术》 促进亲子关系讲座 讲员为护家中心生活教练 与家长探讨如何问问题的沟通艺术 讲座免费入场 更多详情请上网 hfrc.familyrebuildingcenter.org 查询 美国回归真神祷告运动的目的 是借着祷告带动美国属灵的复兴 推动激励和连结在美国的华人教会 同心警醒祷告 将耶稣基督的救赎和更新的大能 彰显在社区和整个美国 今年美国回归真神联合祷告大会 将于10月27号下午3点到5点 在Foster City Crown Plaza Hotel举行 主题为复兴侍奉扩展 刘泽华牧师主讲灵命复兴 朱真尼牧师带领祷告 孙雅各牧师主讲国度侍奉 田申牧师带领祷告 中华基督教会崇拜音乐学院 师班献师 西谷生命和灵良堂带领敬拜 备有儿童看顾服务 欢迎基督徒朋友一起参加 为我们的社区和国家祷告 更多详情请上网 preforamericarevel.org查询